一個人我記得是要扛100萬吧 中央委員 所以那個募款 那謝立功出來要他之所進退 意思是怎麼樣 要叫他去辭那個不分區立委 這個謝立功是直接點名了 那今天最妙是連陳婉輝也出來 陳婉輝中午去上那個民眾之聲 哦 說得哭 哦 哭到出來 然後還講到說叫黃珊珊要負責 直接點名黃珊珊負責 那陳婉輝確實是跟這個蔡壁如 他們已經在立議院黨團 他們兩個就是一伙就比較好這樣 所以你看哇塞 現在一下子一伙人出來 開始反山的聲浪整個大起啊 所以黃珊珊今天就出來 就說他要辭這個中央委員 那我回過頭來啦 你現在看起來 就是說在民眾黨落歲 還有黃珊珊 端木正 這個李文中這些人 備受質疑的同時 大家就看到嘛 是民眾黨的內鬥嘛 那誰要趁勢而起 那當然是蔡壁如 蔡壁如是不是想要這個班師回朝 然後爆喵掐彎 你看我跟屬於柯文哲30年 都沒有事情 結果我一離開你們搞成這個樣子 風火連天 我先來幫大家回顧 蔡壁如當初是什麼被趕出去 蔡壁如最早被趕出去 是那時候 這個黃珊珊要來接副市長的時候 這個當時就傳出啦 他的條件就是要蔡壁如去辭這個 辦公室主任嘛 這果然蔡壁如去辭了 去接了不分區的立委嘛 再接下來 那後來這個蔡壁如就就整個 就後來就整個斷 淡出了黨中央 蔡壁如這幾年啊 就一直一發想要快回來 那你想想看 中央委員他那時候放話出來 他要回中央委員 黃珊珊也不讓他回來 然後呢他要副主席 這更不可能了嘛 那你有沒有想到 他當時在選這個台中立委的時候 有消息傳出說他要上廣告 要上KPTV 就KPTV也竟然不讓他上廣告耶 他幫民眾黨去開疆屁毒 去打台中的江山耶 KPTV廣告不讓他上喔 後來選後 有一個那個麥寮 鄉長的輔選 他是負責台中中部 中部的這個選區 麥寮輔選上面也沒他的名字 結果更誇張的是感恩參會 沒有蔡壁如耶 然後甚至最近的那個 五週年的黨慶 蔡壁如報名要玩遊戲 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不好意思我們額滿了 不讓他上台玩遊戲 真的很可憐 感恩參會沒有他 還要他透過四超貓放話 所以沒有邀請壁如姐 玩遊戲也不讓他玩 那你更不用講說 他還要什麼中央委員要那個 所以他現在 當時他是怎樣一直被趕出來 然後一直想方設法要回去 那現在來看現在的狀況啦 黃珊珊會倒台嗎 好那黃珊珊會回來嗎 趁世班師回朝嗎 最近就開始在清算黃珊珊 我真的覺得這個民眾黨 有點像共產黨批鬥大會 你看最近在怎麼樣 開始把黃珊珊大回顧耶 說他2022年 那時候要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一直叫他入黨 他堅持不入黨 最後用這個 無黨籍的身份參選嘛 就說他在這個趁民眾黨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不分區立委啊 然後說黃珊珊 自己這個球員兼裁判 還把自己列為不分區的第一名 那甚至呢 這個藍白河的破局 林涛在這邊 當然林涛有滿副話要說 這個不分區的這個藍白河 藍白河的破局啦 還指向就是黃珊珊主導的嘛 所以你看現在包括 然後再加上這一次 他是這個競選總部的主委 那包括整個帳戶 都跟他這個南逃關係 所以現在開始整個在 開始清算黃珊珊 那我必須講啦 就是說他今天辭這個中央委員 坦白講中央委員 是有點不痛不癢啦 因為這個中央 無關緊要啦 就民眾黨就是一個小黨 可是現在如果黃珊珊下來 倒台了之後 會換誰上去 我不覺得蔡壁如可以回來 但是我覺得也許未來上來的 可能是黃國昌的這個時代 他又要來的 蘇貝怎麼看 因為現在可能民眾黨內 倒黃聲浪四起啊 謝利公啊 還有包括什麼何景榮啊 他說問題就要黃珊珊啊 白銀內的反山情慾 是否到最高點了 黃國昌 蔡壁如 該上場囉 所以接下來是蔡壁如 可能會班師回朝 黃國昌會取而代之嗎 我想這個機會是蔡壁如等了很久 終於來的機會 自從他被趕出核心之後 想方設法 不管怎麼樣放話說什麼 我們要當副主席啦 要成立多一個位置 要做副主席啊 他要當中央委員啊等等的 放了這麼多風聲 他一直沒有辦法回到柯文哲身邊 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黃珊珊 所以黃珊珊在這一次報仗上面 出了這麼大的疲漏 大家當然要趁機 好好的給他踹個兩下啊 對不對 這個用意是保全柯文哲 然後叫黃珊珊來負責 因為老實講 選總統的是柯文哲 我是這樣認為啦 他們要不要保全誰 我是不曉得 但你不覺得嗎 他們現在真的有把柯文哲 放在心裡嗎 他們為的是柯文哲 現在是一個民眾黨 畢竟他還是第三大黨 再怎樣 你知道嗎 中央 我們政府每年都要 邊一億多補助給民眾黨 這是不是一個資源 是嘛 是嘛 現在這個資源誰在分配 黃珊珊在分配嘛 過去的時候是誰在分配 是蔡壁爐在分配嘛 所以把黃珊珊除掉之後 就回來就是蔡壁爐了嘛 那你說黃國昌會不會去管這件事 目前看來黃國昌應該不敢有這麼強烈的這個表態出來 不敢有明顯動作 對 但誰很明顯 蔡壁爐非常明顯嘛 所以包含最近在放風聲 包含尼奧 時樂 時間 還有什麼利鼎 這一些公司 你知道有很多的人 都會把這一些公司 他們的心聲 他們的說法 藉由很多人的嘴巴裡面去揭露出來 這一些人 我告訴你 大家真的看戲要看內行啊 就是這些人的背後 內行要看美角 對 這些人的背後 其實他們都有他們自己支持的人 比如說 這個有人就講說啊 端木鎮啊 這個作帳 專挑尼奧跟時樂這兩間去衝 一定是有專人在指示 專人是誰 專人是黃珊珊 是蔡壁爐啊 他是說端木鎮 會拿尼奧跟時樂去衝帳 去灌帳 因為他知道尼奧跟時樂的好朋友 只有是黃珊珊嗎 所以這個是誰 這誰去指示的 誰去指示的 他指的就是蔡壁爐嘛 所以這一些人就全部都在內鬥嘛 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你知道嗎 就一個小黨 而且黨出現這麼大的危機 如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如果這個黨為了柯文哲好 為了黨好 柯文哲是不是最重要的精神核心領悟 他怎麼能夠倒 他一定不能夠倒對不對 只能其他底下的人倒 黃珊珊倒 其他的人道歉 然後其他人負責 趕快就是這個止血嘛 結果你看這些人私底下 現在就是繼續鬥 有人繼續鬥蔡壁爐 有人繼續鬥黃珊珊 結果倒霉的人都是誰 都是柯文哲嘛 你覺得你們鬥來鬥去 民眾黨垮了至少一半 垮了五成或六成 當然是啊 小草流失 現在地方上還傳出一些人 台南的部分 說還發出不自殺的什麼聲明是吧 台灣民眾黨前台南部主委 台南部主委 蔡婉晴 昨天就這幾天 就在他的trade上面 發出了這個不自殺聲明 這其實是非常奇怪的 因為又不關你的事 你幹嘛發什麼不自殺聲明 他怎麼寫 他說我不成為戴罪羔羊 我本人在此聲明 我近期沒有任何自殺的念頭 一旦有相關儀式 有被自殺 被污蔑的行為發生 若網友在看完此聲明之後 近期或將來發生 這個帳號不再上線 請幫我討回公道 謝謝 我要想說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黨已經在政治獻金出了一些疲漏 你身為一個前地方黨部的主委 你不趕快幫忙收拾善後 你還發這樣的聲明 然後來搶聲量嗎 因為他發完第一段之後 下面要罵人 一定有原因 然後所以就近一步的去查說 這個時間怎麼這麼剛好 就是剛好在帳戶發生的時候 所以是不是黨部 要把帳的某一些問題丟給他 後來大家也想到了 大家還記得嗎 台南是有辦活動是不是 對 時樂被爆了 在台南辦了一個活動 經費多少錢 四百多萬的場地費 跟桃園那場一樣 也都四百多萬 所以這個訊息被揭露之後 蔡婉晴就被出征了嘛 就被小草出征了嘛 小草要他出來負責嘛 說為什麼把阿伯吃了那麼多的錢嘛 所以蔡婉晴 變成說蔡婉晴吃錢 所以蔡婉晴才要出來發這個 這個不自殺聲明嘛 另外你看喔 在這個台南民眾黨 台南黨部的黨員群組 就有人就講 也是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就有人講說 有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這次上的問題 其實早就不意外了啦 有沒有人發現去年 小兒政治捐款 送襪子 踢帽子等完全沒有錄 五月的個人所得報 所得扣稅 就是他沒有政治獻金 沒有收到售據的意思 就是我們捐款給柯文哲 我們捐款給賴清德 一定會有捐款收據嘛 但是他去年捐款的收據都沒有收到 沒有收據喔 我覺得檢調啊 應該進一步的去調查 這黑帳耶 是就是小草說 這個黨員啊 這民眾黨台南台南黨部的黨員說 我有捐款喔 但是我沒有收到收據喔 所以像這樣子的事情 是不是就一直在發生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民眾黨真的是一個小黨 可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可以把這樣做得這麼亂 那柯文哲剛剛發的聲明啊 說這個事情是他這個 推給下面的人嘛 說他信錯人嘛 用錯人嘛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喔 你看喔 現在的這些問題都出現在哪裡 都出現在競選總部 他們的黨部有沒有問題 沒有 為什麼 黨部用的人負責財務的叫做梁秀局 梁秀局是台北市主計處的處長退休 所以有沒有懂賬 會做賬 會處理賬的人 有 但是他的賬很難報 柯文哲覺得在他管賬底下 錢很難用 所以到了這個 這不是你有所指嗎 就是你柯文哲的問題嘛 所以嘛 這哪是黃珊珊的問題 你明明就有一個主計處 你明明就有一個梁秀局 有一個嚴謹的梁秀局 不用 有一個嚴謹管賬的人 可以用 他不管是這個政府的賬 一般私人的賬 或者是政治先進的賬 他都可以處理的 但你在這一次的這個競選總部的 捐款的賬戶裡面 有沒有叫他出來處理 沒有嘛 你反而叫了李文忠 叫了李文捐 然後讓黃珊珊出來管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因為你要錢好用嘛 你要讓你競選總部的錢 跟木可可以互相流動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小草很心酸 我覺得我要是小草 我也會很心酸 如剛剛這個國東哥所說的 我省了一杯飲料的錢 省了一個便當的錢 結果我現在被當韭菜一樣割 而且這些花出去的錢 那個落差非常多 包含那個什麼裝潢的費用 民調的費用 天差地別 范老師怎麼看 因為這個台南的這個 民眾黨部主委前主委 他其實講的 讓真的是一有所知 講了很多民眾黨內部的狀況 他說他不成為戴罪羔羊 在你眼裡 我們就是一群可割可氣的垃圾 他說他曾經對這個集團 跟領導者充滿光明的希望 最後看到就失望了 不夠年輕漂亮 不會巴結自然就被排外 他說黨部的人來關心 讓他心裡毛毛的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 不斷是外患 而且內憂 就是權力鬥爭 正在如火如土的進行 你剛剛強調 蔡壁如這個時候 為什麼出來講話 立挺柯文哲 他現在在台中市 當盧修營的顧問 干柯文哲什麼事 他怎麼出來說 我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我相信柯文哲的 從政的初心不變 甚至認為他可能是被 某些人所誤導了 那是誰 那是黃珊珊嗎 對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到時候薪酬舊恨啊 因為我們黃珊珊是 2019年10月被柯文哲 聘任為當台北市副市長 然後蔡壁如什麼時候離開 2020年的2月 所以他們這般共事時間 大概3個月不到嘛 表示水火不容嘛 所以我黃珊珊 這個要進市政府 然後你蔡壁如就必須離開 市府的辦公室 去當立法院當部分區嘛 那後來 蔡壁如是在2022年前年10月 被迫辭去了部分區立委 有論文關係 論文的關係嘛 那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有了星歡嘛 吳星穎嘛 有星光小公主嘛 拿那個論文來打嘛 所以那個論文 那個在職專班的論文 那個什麼 革命科技大學 事實上也 我是覺得沒那麼嚴重啦 就硬要用這個方式把他趕走 搞到蔡壁如如這個 上架之泉 沒有地方可以去啊 所以這個當然他當然很生氣啊 是誰在搞他 他當然認為大家這誰 就黃珊珊嘛 然後你看為什麼 最近又傳出來說 柯文哲很後悔 去年11月15號 那六項協議簽出來之後 應該堅持到底 然後跟這個侯友宜搭配 他今天起碼有一個副總統 他起碼可以掌握檢調 就不會有今天這個案子出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聲音出來 好 那去年11月 誰在阻攔這個15號 柯文哲跟馬英九 跟朱立倫 跟侯友宜的六點協議呢 黃珊珊啊 黃珊珊那時候出來開記者會哦 因為他們本來不是說 六項協議裡面 他們要各派 這個民調顧問來討論嘛 對不對 討論不出來嘛 討論不出來後來 隔天他們本來要開一個記者會 黃珊珊就說不必開了 因為沒有夠事 黃珊珊是公開來反對 柯文哲所簽的六點協議哦 對 所以到時候會怪說什麼 黃珊珊都是你啦 當初我們接受六點協議 柯文哲今天就副總統了啦 我們今天就不會有這個案子出來的啦 也不會有人來查 也不會有 也沒有檢調今天來衝場了啦 那最後黃珊珊會被逼的怎麼樣 辭去他的不分區立委 是有可能的哦 甚至柯文哲可能把他開除黨籍哦 他就變不分區囉 他什麼都被窮光蛋了 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今天黃珊珊要出來告這個 剛才看到他還去告端木正 他就要自侵我對柯文哲的效忠 然後要把所有的責任甩鍋到端木正上 然後不是我黃珊珊的因素 是端木正誤導了柯文哲不是我 所以我覺得他在自侵 這也是一個政治操作 自保啦 自保而已嘛 所以我會覺得到今天為止 不管是黃珊珊不管是柯文哲 大家還在演一場政治戲 大貨大難要零頭了啦 這個時候應該是怎麼樣配合檢調 但是不是 他們想的是自己的政治權位 所以為什麼謝利公會跳出來 謝利公也要報一件之仇啊 謝利公當初在這個民眾黨的這個秘書長 後來怎麼被架空的 所以我覺得各方的勢力 現在正在暗潮汹游 但是要小心 有一個人到目前為止沒講話 他叫黃國昌 他在做看你們這些 刺激而動 對 隔山關虎鬥 你們這邊鬥來鬥去 到時候他坐收羽翁之力 所以他現在靜觀其變嘛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這場 除了是司法的大戲之外 還有就是一場政治的大戲 但剛剛講過 柯文哲不要在那邊說什麼第一次啦 選總統啊 怎麼裝可憐啊對不對 李文中是當過什麼 李文中是當過台北捷運董事長耶 你不要把他當作一個什麼 小白兔什麼都不懂啊 那當然知道他也是你的財務長喔 他當財務長就是要肩負起所有的 登記做帳他負責的 記帳他負責的嘛 就他那天記者會兩手一看 抱歉我都有簽名 可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簽什麼啊 你閉著眼睛簽啊 黃山山有沒有簽名 有啊 紀選總幹事也有簽名啊 柯文哲有沒有簽名 你也有簽名啊 你們現在有簽名 都蒙了頭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全部推給端木正 端木正才不會上你們的當 我看現在擔心的應該是柯文哲 接下來你會不會被約談 還有就是李文娟 準備兩件事 一個把你們的衣服 乾淨的衣服準備好 打包好 隨時背在身上 被約談 如果被收押 信賭成啦 信收押的話 這個趕快 另外就是四海會客餐 老闆娘的電話寄起來 到時候被收押 可以打會客餐 是一些好料的 所以我覺得兩件事 想要不要先做的 柯文哲的假帳風暴 之所以震撼 就是因為他一向標榜清廉 財政紀律 結果是一大筆爛 他很會講 但做的事 不只是李立拉 甚至是違法亂計 那就是說為什麼民眾 他們花的錢 都比別人貴 現在所有的帳目出現 就比如說禁辦 500坪竟然花了上千萬的 裝潢費用 結果民眾說 我們只是300坪而已 然後你們有心人士 不要再糾結在坪數上面 可以這樣子嗎 來明宇 包括裝潢費 還包括帳上 還有比70萬的收購 禮券到底是買來送誰 對 剛剛眾將講 除了說是一筆爛賬之外 我覺得就是說 對很多小草 為什麼現在發起退款潮 他們還有一個很大 不能接受的原因 是說 哇 你柯文哲民眾黨一天到晚很窮 那我就說 這個小草義無反顧 包括自己省一下便當錢 100 300 500捐給你 結果你的錢 你購買開 這個大手筆 就是這個 什麼這個 花一支影片 70萬 做一個民調 這個200萬 這個 譬如說從70萬到200萬都有 哇 你這個錢 感覺都黑白開 我覺得就是小草 這個心裡很不能接受的地方 所以現在才有 有發起說一個叫什麼 退錢